Hello 大家好 我是麻油 多謝你們 我的Youtube頻道終於學4萬個訂閱者啦 所以今天就來到我最舒服拍片的地方 我家啦 拍一個4萬訂閱的Q&A給大家的 為了慶祝這件大事 我有一份大禮送給大家的 就是一個文化酒店 Staycation 怎樣參加呢 非常之這麼簡單 只要大家成為我Youtube的會員 奈瑪士同學會 成為其中一位同學仔 你就可以參加今次的Giveaway 大家成為了我的同學之後 記得要screen cap你Youtube的名字 接著DM去我的IG Ad麻油那裡 接著你可以留一句 公開我Youtube頻道破4萬的說話 我就會選一位朋友仔 送給你們的啦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就快點訂閱了先啦 馬上開始Q&A 因為我是心血來潮很想拍這個Q&A 昨晚就開了一條題 接著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問題出來 我發現很多人都有問到差不多類似的問題 還願聶女權還會找更多素人呢? 究竟怎樣才可以參加還原美麗拳的大改造呢? 素人要有什麼條件呢? 如果大家有追開還原美麗拳 都會看到我除了會找一些artists 或者不同的bloggers之外 其實我們都會拍一些素人的改造 例如我之前拍過一條女朋友 想surprise她男朋友 就幫她安排了一個secret 秘密的大改造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當時她女朋友在IG 然後她就告訴我她男朋友的一些故事 怎樣認識她 然後她想給她一個surprise的驚喜 給她的生日 我希望瑋瑜琳拳 都可以有多一些特別的故事 share 給大家的 如果你人生經歷裡面 有一些很值得想跟觀眾分享的story 你可以 DM 告訴我你的故事 然後跟我討論 對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參與這個系列的話 先分享你的故事給我聽吧 那我就從中再跟大家溝通 Next 我發現很多人都有問我感情的問題 感情的東西就 Keep it personal OK? 但是這條可以回答的 最深刻的愛情是多少歲 通常很多人最深刻的愛情是她們的初戀 我覺得最深刻的愛情 不要停留在過去 我自己覺得 我的初戀是23歲才初戀 是不是看不出呢? 這些Q&A人非常之好 因為很多朋友看我的影片一定覺得 哇 她的樣子一定很喝酒 很喜歡抱 12歲拍拖那些friend Sorry 錯了 我23歲才初戀 OK 最深刻的愛情 段段都這麼深刻 Next 我的大學是讀哪一科的? 很多人都會 因為我的工作關係 都會很想了解我讀哪一科 究竟我是不是讀Styling 還是讀Fashion Design 兩人都不是 我呢 大學是讀Fashion Promotion 那其實Fashion Promotion是做什麼呢? 就是讀一些 怎樣幫一些品牌去 boost up 他們的awareness 令到他們的品牌這麼多人認識 怎樣幫一些品牌去做branding 那我當時讀呢 其實都不只是focus在Fashion這一方面 涉及的領域都是很大 不一定只是focus在Fashion 這個東西 Next YouTube上面有沒有什麼新的project 首先我想說 你們每一個陰害人 在我YouTube Channel 留的每一個人 我都會看的 所有 只有我沒有時間 全部回覆 但我一定會全部都看完 那很多時候 都會有些朋友 留言告訴我 他們想看我拍的影片 等等 我的頻道 除了還原靈靈拳 靠物狂促成班之外 其實我接下來都會有一些 生活化一點的 content 或者是 讓你們更加清楚了解到 我日常的工作裡面 究竟是怎樣的 因為除了我的subscribers之外 我身邊自己的朋友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告訴我 因為我做很多幕後的事情 其實他們都很想看一些 究竟我幕後是做什麼的 所以我都會拍一些 工作的vlog等等給大家看的 那希望大家到時候會支持啦 每個月花多少 問心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認識我私底下的朋友 因為我上班的時候 已經太多漂亮的衣服圍著我 很多時候要拍東西 穿不同品牌的衣服 其實私底下的我 我自己覺得很樸素 好像我今天這件衣服 其實是Uniqlo 是他們最新的 Arisom系列的一個紫色 我自己很喜歡 這個不是廣告 這是真心share 其實我衣櫃有七成 那是Uniqlo的整色 很簡單的T恤 每個月的智妝費 如果說只是衣服上面 應該是五過五千元 五過三千元 那有時候我會買些袋子 去獎勵一下自己 那些就不算在裡面 還有我想跟大家說 我剛剛上個星期 買了我人生的Dream Bag Dream Bag 我找了三年 這個袋子 很開心 我猜不到竟然 我有新之年可以找到我的Dream Bag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想看我的Dream Bag 留言告訴我 那我又可以看看我有沒有拍一條影片 去分享一下我的喜悅給大家 啊 Next 想你介紹一下 拍一下你的衣櫃 還有很多時候很多人都會留言 想看我的House Tour 好主意 因為我接下來應該會搬屋 在我搬屋之前 我一定要拍這裡的House Tour 給大家 這個家真的用了很多心機 而且是一個我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之後先 Next 為什麼會做這行 做Stylist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經驗可以分享 因為我涉及的工作 就不只是Styling 可能比較多人認為我只是做這件事 但其實我們公司大部分時間 都是幫一些品牌去策劃他們的Campaigns 幫他們策劃他們的牌子 怎樣去拍一些很好的Content出來 Styling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其中一個部分來的 但當然我的入行就是做Styling開始 我也有之前在我的頻道分享過 其實第一個做Styling的工作 就是幫吳宇菲做她有一支唱片 叫做我本人 今天我想說是吳宇菲生日 HAPPY BIRTHDAY CARRIE 然後做了她這個唱片之後 很多好的事情就發生了 很多不同的機會出來了 對了 就造就了今天的我 所以我也要很多謝我這位好朋友 兼我的白浪 那分享一些經歷就是 其實如果大家喜歡這個行業 或者有些朋友 有些學生 真的有興趣做這一行 其實你們真的要想清楚 因為這一行是很辛苦的 還有真的好講Sense 還有好講你跟別人溝通的能力 一定要不怕辛苦 奔奔抬抬抬 還有保持著要留意很多 一些衣服和Fashion 或者是Art有關的一些元素 其實都會很幫到你的職業 其實我覺得做Styling是很好玩的 因為當你可以把一件漂亮的衣服 放在一個人身上 然後可能拍了一個很漂亮的MV 或者很漂亮的Project 你看到原成品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滿足感是很大的 Next 然後就是一些有深度的問題 你兒時的目標是什麼 不是深度 心靈一點的問題 心靈一點的問題 還有你現在的目標是什麼 其實我現在已經在做一些我小時候很想做的事情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Fashion 音樂 有關的這個圈 那我有機會涉及到 幕前也好幕後也好都可以參加到 那其實我自己已經是很開心 我很多時候真的不覺得自己是真的在上班 就算做事多辛苦都好 一辛苦的時候我就會想一想 這個過程真的很幸福 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做他們自己的Dream Job 而我又這麼幸運 有機會在這一行發揮到 那我自己已經是實踐著我的目標 那我接下來還有什麼目標呢 我希望可以做一些更好的作品給大家看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注重作品這件事的人 我不想只是一做一做做 但是沒有一些作品是記得的或者是喜歡的 那所以我自己都很著重去做多一些作品給大家看 0號實驗室為例 接下來都會有幾首歌 上年呢 出的時候就比較出得密一點的 那今年呢 其實呢 我也是一直在做的 但是只不過呢 我想做得更加精準 好的製作給大家 希望出來的時候呢 那個作品呢 是大家會更加喜歡的 那還有唱歌也是我自己很想做的一件事 那所以我都希望 在我作品上面 都會給到一個這一方面的我給大家看 有沒有很掛著不種 有掛著 不過他都不看我youtube的 跟哪個圈中朋友最好朋友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以為我是一個很外向的 但其實我是一個非常之內向的人 真的 剛才說的 Karina 周秀娜 阿莎 Kerry 就是其實有很多的 那個type都是一些比較不是超級外向的人 但可能你們觀眾看到 你剛才說的那些 應該全部都很愛向的 對著鏡頭當然要活潑一點 對不對 好像我現在這樣 好 跟著有人問有什麼Photra推介 我自己呢 就很喜歡用Photra 400的 我之前都有拍過一條片去介紹 我自己用的Photra相機 還有用的Photra 如果我拍人像的話 我自己就很喜歡用Photra 400 因為我覺得他拍人 拍得最漂亮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男裝 可以 我之前就說了很多一些手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但我接下來都會想拍一些 表演 亦都想說一些男裝 還有一些不同的categories 還有沒有什麼想看 就告訴我一次過 對於時下年輕人的衣著有什麼看法 其實我覺得呢 現在有一班很年輕的朋友 穿衣服都是比較 沒有那麼保守 我自己很開心 看到這個現象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其實香港人對穿衣服的要求 都是比較常保守的 有些男生可能會穿一些 很新的牛仔褲啊 帶很多accessories 其實我很appreciate 這些style 還有我覺得這個世界 大家要接受不同style的人 有他們開這個鮮行 去令大家接受 才會令到更多人 有膽量去嘗試穿不同類型的衣服出來 如果有機會 身邊有朋友穿衣服 是很特別的style 都要鼓勵一下他們 其實靜靜雞跟大家說 我大學的時候 很喜歡穿高跟鞋 但那時候回到香港 真的好像覺得 我在外國穿 把這一套搬回來香港穿 好像全世界人 會覺得我是一個異類 所以那時候就修煉了很多 我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新市民 好嗎? 答了很多很多Q&A問題 那首先 真是很感謝大家 有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未subscribe的朋友 就快點subscribe 我會繼續拍多些好片給大家 所有有關注我的同學 還有所有有留言給我的朋友 我真的每一個都會有看 所以真是很感謝你們支持 我們下條片再見 很快就會有很好的內容給大家 拜拜 拜拜 文化酒店 Stickation 大家成為了我的同學之後 記得要screen cat 你youtube的名字 跟著呢 DM去我的IG admau那裡